记者李荣平桃园报道,今天的太阳很大,桃园市中立区新中北路,荣民南路口一扫一名年轻警察拿住扫把站在路边, 虽然经过的几辆车都修修修修通过,警察先生仍低住头弯住腰,继续在道路中间扫地,过程显向还生, 但路面最后清前景了,有网友已辛苦了,我们的警察为题,把照片逼殴在脸书粉丝团, 我市中立人,引起网友热议,直说玻璃市大人辛苦了,大家给辛苦的警察拍拍手, 谢谢他们,但也有网友认为好可怜的警察大人,为什么连一堆小事情都要做? 原来,扫地的市中立警分局仁爱派出所警员刘维红,今天上午8时28分货报前往中立区新中北路,荣民南路口处理车祸, 当时陈姓女骑士的机车由荣民南路直航往龙岗方向,不慎于市姓女车主所驾自小客车由荣民南路左转往新中北路方向发生擦撞, 陈女脚步受擦伤送医后并无大碍,双方均无酒驾情势,只是, 使女自小客车玻璃因撞击震动碎了满地,时值上班时间后方车辆较多, 基于可能会造成其他车辆爆胎风险, 在情形急迫之下, 刘元向路边店家商界扫地用具, 由同行警员王白凯在后方警戒, 快速清扫路面,让马路能很快恢复前进 准备